旧质感与做工而言 玩爆耐克所推出的PE配色 一起来看看这款欧文近日常上角的 安踏狂潮5 Pro猫科动物 哈喽各位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 即将发售的安踏狂潮5 Pro猫科动物配色 这款配色也是欧文近日在赛场上 常常穿着亮相的一款配色 配色灵感自然就是源自于 名字所称的猫科动物了 整体的外观设计上 以不同猫科动物的皮毛 作为灵感进行拼接打造 因此狂野十足 其次就是个人感觉这款配色的 一个做工与质感都非常打动我 那我们可以看到对比回 这款欧文四代的一个PE配色 尽管敏感上不一定就是猫科动物 但是后跟处的一个猎豹状的皮毛设计 就质感上的体现以及做工来说 我个人觉得这款安踏狂潮5 Pro的 猫科动物配色可以说是玩爆了 其次在细节的一些打磨上 相对比于PE配色的比较简单的一个拼接 这款安踏狂潮5 Pro的细节处的打磨 是非常打动到我的 不仅有着动物皮毛的固设 同时还加以金色的一个细节配色点缀 让整体的质感以及感官上也豪华上了不少 结合着狂潮5 Pro相对于狂潮5的细节升级来说 整体的质感又或者是感官 再加上是视觉效果上的呈现都是非常的不错 与此同时 从另一只脚上的一个对比可以看到 这次更是以一些部分细节处的鸳鸯呈现 可以看到斜舌处以及斜后跟处都有着类似于鸳鸯的设计 也是成为了这款配色我个人觉得独一无二的一个点 那言归正传回归到安塔狂潮5 Pro的一个实战表现上来说 个人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首先是全掌的弹气尾发炮材质能够来非常舒适 以及软弹的脚杆体验 在一定的突破以及起跳落地过后 给予逐步的缓震反馈 及动能反馈感格外的强烈 其次就是多数地方加入了一个碳板的设计 能够让其的刚性以及稳定性得以保证鞋侧的一个碳板 加入包括这前场处的一个横式碳板掐入 还有这中足处的一个碳板进行足弓支撑 几鞋子刚性的稳固呢 都能够让这款鞋子在实战表现中呢 带来牢牢且又稳定的一个表现 大底的一个材质方面呢 更是用到了安塔的水尼克星大底 这样的一个材质呢 不仅便利于外场的朋友们 不用担心它的一个耐久度 几次抓地表现也非常的不错 虽然性价比方面呢 很多朋友公平安塔的鞋子怎么 就去到了四位数的一个发售家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考虑到它的一个性能 以及科技配置上来说呢 还是值得的 那我们横向对比回之前所推出过的黑武士 以及耀风联赛的配色 如今都已经有一定小幅度的上涨 那我也预测这款如此质感优秀 且做工非常的细致的安塔狂潮5 猫科动物难免也会去到了一个一家地步 因此呢想要朋友 记得留意它的一个正式发售了 最后呢也是我个人一个感慨吧 就是觉得国货的制作呢 这肯定不能说真善精美的去完全按照消费者的一个理念 以及想法去制作出来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打造以及一些细节处的呈现 再或者就是一些灵感的探究上呢 相对于国外品牌来说呢 更为贴合我们国人的一个想法 也思路 因此打造出来的产品呢 更加多的都是打动到我们国人 因此也不要太苛刻于国或花俏又或者是天马行空的想法 其实我个人觉得都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那不知道这款安踏狂潮5 Pro的猫科动物配色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也期待大家入手上角 时尚过后与我进行分享 你今天分享的就到这里 其他的明天给大家分享 更加多的包装好些 最终的到我们明天见 拜拜